好 其實現在包含日本氣象廳 它們也是非常罕見 是第一次發布了這一個 南海海潮大地震的資訊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知道 包含日本的氣象廳 它們也是嚴正以待 那麼在日本 它們講的是南海海潮大地震 不過普遍在台灣 我們使用的是海溝大地震 同樣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麼這一次 發生地震的正樣地點 大概是在這邊 不過因為這裡 剛好有一條南海海溝 因此過去 其實這個地方 確實發生過了幾次的大地震 包含在1946年的時候 出現了昭和南海地震 還有包含在鄰近的 東南海地震這邊 1944年的時候 同樣是帶來非常慘重的災情 所以這一次 包含了日本氣象廳 很罕見 它們是第一次 針對了這一個南海海潮 發布了整個這邊的警訊 就是因為 它們擔心 這一次發生的規模 是來到了7.1 可是它們擔心很有可能 會不會後續還有大於8 或者是來到9這種特大地震 有可能在這個地方會再次發生 所以現在連日本氣象廳 它們也都不敢大意 而為什麼現在日本 它們聽到這個南海海潮大地震 大家會擔心呢 其實說到這種海溝型的地震 在日本周邊確實是滿多的 尤其它們附近有千島海溝 有日本海溝 還有南海海溝 那麼過去以千島海溝來講 它其實過去曾經發生 瑞士規模來到了8.8 日本海溝過去 規模曾經來到了9.0 而至於南海海溝 其實過去在1707年代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了規模8.6 當時大約有2萬人 是因為地震而死亡 所以這一次 再次發生了這個地震 而且剛好就在這個南海海溝周邊 不過我們剛剛問了專家會認為 初步發現 可能是在同一個斷層帶上面 但是是不是真的出現了 海溝型的地震 還要進一步來討論 但是為什麼海溝型的災情 會這麼的慘 被認為說普遍就是因為 它的規模都會是比較大 可能會大於8 甚至來到了規模9這樣的地震 而且搖晃時間相對比較久 可能會長達3分鐘 包含像是今年的04.03地震 搖晃時間大概1分鐘 過去的921 大概也才1分半左右而已 可是如果出現了海溝型 可能搖晃時間會長達了3分鐘 甚至它在這裡面 會出現一些低頻波 低頻波一旦比較豐富 比較多的話 其實十幾層樓以上的大樓 可能搖晃的這些頻率 這些晃動的情況 都會相對是更加嚴重 那麼不只是日本 他們在擔心海溝型的地震 其實台灣周邊也有一些海溝 那麼包含了這一張圖 我們看到的是經濟部的地質調查所 他們提供的 其實包含在台灣的東部外海這邊 花蓮外海有一個琉球海溝 1920年的時候曾經發生了大地震 還有包含在靠近恆春這邊 有一個馬尼拉海溝 其實在過去也曾經發生過了大地震 不過專家也說了 像是這種規模8以上的強震 它的平均週期大概都是100到200年 時間相對是比較長一點 但是也因為過去發生的時間 相對是比較久 到底有沒有可能再次發生 其實還是要特別戒備 以上是這節最新